Hello大家好,我是豆姐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过年好 祝大家新的一年 大展红兔,前途四景 新年新庆效,新年新竹 中文版是刚更新完 国际版也来了新版本爆料 这次豆姐从数据包中 写出的游戏加载页面 整体是以海盗世界为背景 这里还有江王的角角 左边是电纽局,占据了C位 右边是水兔 暗夜孤,藏在了汽车里 这一次暗夜孤应该会上线 因为在数据包里 发现了它的详细介绍 它是属于衰可家族的植物 300阳光,血量是300点 冷却时间5秒 下面是更详细的介绍 对了,这一次还发现了 一个新的豌豆小推车 看代码好像是游了场世界的 不知道会不会发射豌豆 攻击僵尸 那除了暗夜孤,还发现了两个植物代码 一个是爆炸僵果 一个是蜜蜂山楂 不过目前这个山楂只发现了文理图 并没有其他的数据介绍 不如到这一次会不会更新 那咱们来看看爆炸僵果 这是它的分解图 放大来看一下 大家来猜猜 它是哪个褒和家族的 这是它的代码 属于是众和家族的植物 225阳光 血量是175点 冷却时间10秒 虽然正式版还没上线 但已经有了测试版 咱们来试玩一下 看看它的动画 但是它的攻击方式还有实际技能 咱们还是以重视版更新为准 大家看它这个外观 有几片夜色 包裹着僵果 这个僵果像不像中青屏障的小山楂 而且每一个僵果还都有表情 表情还都不一样 这个动画做的还是不错 看它这个颜色 包括它的名字 还以为是弹和家族的呢 结果是众和家族的 奔迪来了 谁知道爆浆草莓是哪个爆和家族的 这个爆炸僵果 它真正的技能呢 是会向本行最后一个僵尸发射爆炸僵果 并使它们短暂的眩晕 那这种攻击方式 类似于中文版里的大王花 还有植物大战僵尸 暗暗里的胡萝卜火箭 都是会攻击最后一个僵尸 而且爆炸僵果 它对于工程车 魔法师 还有章鱼大哥 会特别有效 类似于阳技会优先攻击 既然呢 它属于是头这类主 那你们说 阳伞能否挡住它的炮弹呢 还有它的炮弹 会不会让小丑当时旋转反弹 那这些问题 就得等它正式版更新之后 咱们再来测试 测试版里的伤害还挺高 打苦将倒是挺厉害 咱们看看最后一波 对付决斗士大历史巨人 怎么样 攒了这么久的能量斗 也该派上用场了 大家看 它这个炮弹 通通通的像不像灯笼 总体来说 这种植物 特别符合过年的气氛 特别的喜庆 它的大招呢 是可以发射多枚射弹 非常期待 国际版这一次呢 能够早一点更新 好让咱们体验一下 暗夜屋 希望这一次不要迷路了 还有那个豌豆小推车 试试它到底都有哪些技能 那对于爆炸脏果的试玩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